歡迎收看這次報欠我軒 我是桃女 我是GG 我們昨天聽到演唱會 對 徐佳穎 好好聽喔 她好好笑喔 我喜歡她很free的部分 真的 她真的好可愛 就是唱歌不好好唱的部分 而且明明都已經最後一首了喔 對 她還在那邊給我在那邊甩秀啊 然後那個 就最後一首應該是要很感動 你全場大合唱 可是我覺得很棒耶 你喜歡這個 對 我就是又可以好好唱歌 又可以一路一邊搞笑 對 因為她一開場就說 你迷你沒有想到我會躺著吧 嗯 但其實我們好像上一次看 對啊 我們五年前看她那場演唱會 她也躺著 她也躺著了 哈哈哈 那她還有翻滾 翻滾的確比較疏忽意料一點 哈哈哈 她是那時候做雪天使還是什麼的 之類的嗎 她就是在當場翻滾 而且滾的也不是多優雅 哦 對對對對 真的是很傻眼耶 好喜歡這個女子喔 真的 然後唱歌就真的好好聽 她一直衝那個高音 就想哇哈 還有轉音 哦 記憶歌的啊 真的好厲害喔 對 但我們昨天其實坐不同的位置 哦 對 我跟桃女做一起 對 然後繼續另外做 對 我另外做一區 怎麼樣 然後我真的是被氣死 為什麼 我要在這邊奉勸各位去看演唱會 或者是看電影的朋友們 蛤 就是請不要在途中拿出你的手機滑 哦 她在滑手機 那個光會打到眼 對 做我前面的一對 女生 就是兩個女生啦 然後他們就是一直在滑手機 蛤 蛤 從頭到尾都在滑手機 然後就是 是免費的票 我就跟我隔壁的人說 到底多無聊 覺得這麼無聊 為什麼不回家滑 對啊 她滑手機回家滑 她在這邊聽演唱會 然後邊滑手機幹嘛 而且其實我覺得 那個滑手機的人 通常都會覺得 我滑手機是我自己的事 我沒有妨礙到別人 對 可是她只要一拿出手機 一有光 很亮 其實就會影響到其他的聽眾 那個iWatch我都關劇場模式 我也是 沒錯 你的iWatch一定要關劇場模式 然後跟你的手機調最暗 你真的除非有緊急的事情 你再拿出來看一下 嗯 那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她是全程一直都在滑手機 這很討厭 真的非常討厭 然後更傻眼的是 她就是 一直在傳訊息之外 她還開始看她的寵物攝影機 哦 監視器嗎 對 她看她的監視器 然後她還叫她隔壁那個女 她還按那個喇叭 你看我都變成是 我都在看她 我都在看徐佳穎 真的 她就按她喇叭 然後叫她隔壁女生叫她的狗 蛤 我想說 我的 真的好生氣喔 我真的吵氣的 然後 不是有一段 大家就是會自動拿那個 手機的手電筒出來照嗎 然後 我就 有人就是照他們兩個 然後我就想在後面蹬他們 蹬他們兩個用手機 這樣子 然後就說 現在要拿手機出來 他們兩個不拿手機 然後剛剛不用手機 一直給我滑手機 我真的超 我真的會很 我會 我會 阻止她 我就會說 不好意思 請你不要一直用手機 因為很亮 然後很影響 電影我也會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 如果是她的那個想法 她一定覺得 她沒有妨礙到別人 然後就變成是 我們可能最後會吵起來 我不知道 因為 我也可以 我不知道 我也可以說 那你用手機 你是不是 會在透露啊 或什麼的 就是我會 我會用不同的方式 去勸她說 你不要用手機 哦 對 我會很不爽 可是因為昨天 學家音樂沒有很明確的說 不能錄 所以其實我發現 很多人都在 很多人都在錄 沒錯 對 然後 我不知道 你們會不會介意 有人在你身邊 在後面 唱歌 跟著唱這件事 唱歌 我 看歌 對 看歌 我昨天 跟看大小仙 哦 好 我昨天自己心裡很糾結 就是我後面的男性 就在我正後方 然後 我覺得他滿小聲的了 我相信他自己也覺得他是小聲的 可是對我來說 因為他就在我正後方 他就是 只要他跟著唱 然後徐家瑩的歌 通常都是很安靜 就是他一個人在唱的 他的聲音 後面男性的聲音 就會一直進到我耳朵裡面 哦 我就會很受干擾 是徐家瑩沒有說 大家一起唱 他也唱的那種 沒有沒有沒有 對 徐家瑩有一段是說 大家跟我一起唱 然後都是 的確是很舊的歌 耳朵很強的歌 其實他在前面開場那些 很柔的啦 很輕的啦 嗯 後面男生會跟著唱 真的假的 第一首也會嗎 蛤 第一首 太鐵粉了吧 第一首沒 我不太確定 但就是 他的聲音沒有到很大 那你有發現徐家瑩第一首哭嗎 有啊 我發現 他沒有耶 他很驚訝 我還轉頭跟我朋友說 欸 他在哭哭耶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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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明顯耶 很明顯啊 我沒有發現 因為他的聲音也都是抖的 哦 OK 所以你們如果 有人在旁邊唱歌 嗯 你們會阻止嗎 唱歌 我不會阻止 蛤 可是徐家瑩那種就是 你就要聽他唱的 然後這麼安靜的場合 我昨天 如果是唱歌 我覺得我昨天那一區 表現的蠻好的 就是我昨天那一區就是 只有他說大家一起唱 然後才會有聲音出來 嗯嗯 那其他就是 可能換到徐家瑩 在唱的時候 我們那一區就安靜了 OK 你那一區偏冷靜 偏冷靜 對 因為我覺得 你坐在三樓 好像很容易很冷靜 就是昨天就只有我在那邊搖擺啊 然後在我那邊拍手 就想到我是閒經病嗎 我想說大家都來了 就是融入一點音樂吧 然後要滑手機回家滑 哈哈哈哈 這塊氣死 我去演唱會我都一定會很投入 潘靜應該最近有意識到我會在那邊動來動去 有啊有啊 然後我有一次經過一場那個熱狗的演唱會 小巨蛋 然後 因為我身邊沒有人喜歡 跟我一樣會喜歡到要去聽他的演唱會 我最後就是一個人買票買 800塊的票 然後我坐在小巨蛋的最後一排 就是我的背後是搶的那一種 全場就只有 就是我們那一邊就只有我一個人 會跟著唱然後跟著跳 但他其實整場都很high 但是三樓真的是好冷靜 你會想說那我要買二樓的票 那時候好像沒有辦法買到二樓還是什麼 就忘記了 反正最後就是買到一個很後面的 我每次看完一個演唱會 我都會很喜歡 然後都會想說我下次一定要買 就是大家比較熱情的區域 可是常常就是會覺得 買不到或者是 太貴了 演唱會變得好像越來越貴耶 你有沒有覺得越來越貴 是真的越來越貴啊 以前800塊可能可以買到三樓的 然後現在有一些 可是我記得最低票價好像是有規定 就一定是要是800 是嗎 好像是吧 所以你每一場最低的一定都800 但你可能下一個 我記得好像有耶 還是沒有 你多做三樓的你還要1000多塊 可是我還有更上面的 因為我知道國外的團 那個票價之貴的 喔對啊 像那 你看布萊平就很貴 布萊平很貴 然後Coplet 8800吧 就是最貴的8800 然後 可是因為Coplet他們有國外來的 你就會覺得說 哇你如果要飛出去國外 去聽他的好像會更貴 所以那時候 我記得在搶Coplet票的時候啊 我們的有一個朋友圈 他們都好喜歡 他們都要搶票 然後他們就會說 天啊 8800也太便宜了吧 其實我懂這個感覺 因為就是不用花機票錢啊 然後你又可以花到8800 你就可以這麼好的位置 這樣好像很便宜 最貴你們願意花到多少錢 如果真的很愛很愛很愛 然後他可能就是 就是這一次演唱會來台灣 我覺得6000內耶 如果是台灣的話嗎 台灣在台灣的話6000內我覺得 國外的團體來台灣耶 對我Blackpink買的是5800 哦那差不多 5800 Blackpink是最便宜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中間的 一樣在一樓 然後一樓的中後方 就是 我看那個Lisa他們 就是一個米粒大小 而且甚至看不到他們 因為 大家都把手機拿出來拍 我最後我只看得到 大家手機的畫面 而且因為他們又 我們是第二場 所以他第一場有人站起來 然後就被罵嘛 所以第二場 所有人都不敢站起來 然後就變成是 很安靜 對 沒有讓他安靜 但就是我沒有辦法站起來看到 哦哦哦 對啊 我又矮 所以就變成是 5800已經看不太到的東西了 你請前面那個人背你 哈哈哈 老被笑 我沒有站起來 哈哈哈 欸我跟你們講過嘛 就是我有一次去高雄 那個跨年演唱會 然後就人很多嘛 嗯 然後就是會有 就是當然會有比較矮小人 或者是像我們一般身高 其實也都看不太到 嗯 然後前面就有一對情侶 那個女生 就跨著在男生的肩膀上哦 他就有像是要背小孩這樣子 那當然就會擋到後面的人 嗯 然後大家就會很不爽 嗯 然後就有人丟他們便當 哈哈哈 真的假的 真的 好精采哦 我忘記有沒有丟到 好像有人丟他們便當 哈哈哈 還是已經吃完了 哈哈哈 也是有可能啦 而且國外的人也會這樣子啊 國外的人玩嗨起來 演唱會的時候 哦 也是很瘋狂 哦 我覺得瘋狂可以 可是要 不要擋到別人 對對對 不要擋到別人 不要拿傘 對對對 拿傘也好麻煩哦 嗯 不要拿翹了 嗯 不要拿翹 好的 好 好 我們這禮拜來聊一下愛情 好久沒聊愛情了 對啊 你剛剛說什麼 好久不見愛情嗎 哈哈哈 沒有 我剛剛說說我們距離愛情有點遠了 我們上次聊愛情 認真聊愛情 已經是我們上次 很剛開始喝醉的那一集 哦 是嗎 我們後來就再也沒有聊過愛情了 就只有在漂保性箱裡面 有一些感情上的疑難雜症解決 對 真的是愛情好久不見了 真的是愛情好久不見 好 都忘了怎麼戀愛了 不至於 我們各自都還是在那個情境當中 OKOKOK 好 我們聊一下就是 戀愛腦這件事 嗯 因為其實 你本身就是戀愛腦 我整個腦本身戀愛腦 才打在我臉上 但是還有嗎 有啊 大家沒有發現 軒在回答任何問題 只要扯到跟另一半有關 他永遠都是另一半為主 這樣是戀愛腦嗎 去出發考量啊 我以為這樣只是怕被罵 哈哈哈 就是 應該說他就是比較以愛情 我以為戀愛腦是 戀愛腦是容易暈船 沉下去 哦 對對對 欸好啊 就是戀愛腦對你們來說 心會是什麼 我覺得比較偏向你 嗯 講的那一種 然後會在那邊 想空想胖 患得患失 嗯 嗯 或者是自己去腦補 對對對 多腦補 暈船仔 哦 暈船仔 對 就是暈船仔 好 對 你們覺得你們自己是戀愛腦的人嗎 不是暈船仔嗎 我覺得淘姊一定沒有 淘姊比較不是暈船仔 現在可以公布 哈哈哈 抱歉抱歉再次 哈哈哈 不用抱歉 不要再次這樣就好 哈哈哈 好 OK OK 好 哈哈哈 我覺得淘姊應該不是戀愛腦啦 一定不是啊 不是暈船仔啦 對 我不是暈船仔啦 但是 你們不會 你會不會 一見鍾情 嗯 會 一見就知道 哦 這個人大概可以相處 哦 相處 對耶 暈船仔是不是很容易 其實是因為一見鍾情 然後開始各種腦補 對 就是暈船仔 所以我們先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 會一見鍾情 對不對 欸我是 我也是 我也是耶 我反而是朋友 我覺得只要是自己知道 自己想要什麼 嗯 就可以 可是有些暈船仔好像是 因為對方符合他什麼什麼特點 有錢 有方 有車 這樣嗎 是嗎 因為我覺得 就是一見鍾情 就是你看到這個人 你就喜歡上 你都還不知道他的背景 或是不知道他的個性 你就會覺得 啊 好棒 哈哈哈 那感覺比較愛追偶像 愛死了 哈哈哈 映入眼簾 對啊 認識他第一名 然後想說我要嫁給他 太快 哈哈哈 不是 你知道 句上一次說想要嫁給他 對象是那個 我知道啊 甜甜圈老闆 甜甜圈老闆 那你覺得他是一見鍾情嗎 好久沒有吃甜甜圈了 蔥油餅呢 蔥油餅 最近還有吃 OK 好 對 哈哈哈 這是什麼對話 理解不能 對 理解不能 我應該 我蠻容易一見鍾情的 嗯 就我 連續著之前說 我聊過愛情的話題 我就是一個 很容易 就是掉入愛情陷阱裡的人 哦 愛情漩渦 對 然後 我只要稍微的 我好容易 稍微的分手 你就會 沒有 不停的愛上 對對對 我只要是單身階段 我覺得不停的愛上 好累哦 好累嗎 蠻厚玩的吧 可是那你 譬如說你愛上之後 你多久又可以再換下一個啊 應該是說 哈哈 哦 不是說你確定失戀哦 我是說你現在就是 覺得這個人不錯 然後你又遇到另外一個人不錯 那你怎麼辦 都愛 他不是被拒絕 他是來找下一個 對對對 所以你是被拒絕 只是他就會很快被拒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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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加油囉 還算中肯的評論 還算中肯啦 欸 其實 有些某種程度也是蠻好的 對啊 不執著嘛 不執著 對然後顯然就是我就是一個很直球的人 我才會這麼快就會被拒絕 哦 欸那你喜歡人家對你直球嗎 喜歡吧 你有被 被直球過嗎 那直球就是 山陣這樣嗎 拿籤球丟你這樣子 哈哈哈哈 還真沒有 真沒有啊 真沒有啊 可能是丟歪了 哈哈 呃 直球有兩種嘛 直球答應跟直球拒絕嘛 嗯 直球答應跟直球對 拒絕嘛 對啊對啊就是 我通常都是被直球拒絕 哦 那你喜歡嗎 對啊你喜歡嗎 還是你喜歡 那不是 迂迴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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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拒絕 沒有我覺得 直球拒絕是好事 哦 你喜歡 因為有一派的人是喜歡 就是慢慢淡掉 然後一部分是喜歡 很明確講完之後我就給你切開來 可是我覺得是講完之後我還想當朋友 拒絕之後我覺得如果還可以當朋友那是好事情 到底為什麼要當朋友啊 因為他本來就是朋友啊 他缺愛 哦如果本來就是朋友 本來就是朋友 哦所以你就是喜歡從生活周邊的人愛 對 但一陣中情我也可以 可是大部分我會 都會掉進去都是身邊的朋友 對 這樣好危險哦 哦 就是我大學就是這樣 哦 因為我是 只有我認定是朋友 我就不會怎麼樣 蛤 就是朋友是朋友 然後 你有那個friend zone 對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我的交往對象 都是你們原本不認識的人啊 對 對啊 而且甚至都是完全不同生活圈的人 啊萬一 他就真的很不錯 萬一他也喜歡你 哦我目前好像沒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哈哈哈哈 對我覺得你可能是還沒遇過這樣的狀況 哦 真的在同一個朋友 沒有 可是我朋友覺得我真的想不出來 而且很耐言 對啊 他怎麼不是他們都是我朋友啊 對啊 大家不要這樣好不好 不可能 哈哈哈 突然想像想像 因為我們以前大學都會開一些玩笑 嗯 比如說 就會有那個 誰跟誰配對 對誰跟誰 然後像比如說我跟GG 他們就說 如果跟GG 結婚生小孩 然後生一個 他們就給一百萬 對 而且我們同學還會說 不可以試管 對 要自然受孕 對 自然受孕那種 你們可以想像嗎 哈哈哈 這是嚇死哦 嚇死 一百萬 你們願意嗎 我不願意 一百萬養小孩真的不夠啦 對 我覺得可能 我不知道 兩億我可能可以思考看看 哈哈哈 一千萬可以思考看看啦 最低價 最低價 不可以再殺了 不是 可是我覺得 一千萬我可能沒有辦法 自然受孕 自然受孕 沒有 一千萬是 for小孩未來的生活費 哦 然後你要我自然受孕 這個部分 可能要給我一億 哈哈哈 心靈創傷 對 心靈創傷 我要去找心理直傷師耶 哈哈哈 我就不用嗎 哈哈哈 我哪知道啊 哈哈哈 是不是你期待到不行嗎 哈哈哈 我不敢想像 哈哈哈 所以我 對我 我一見 其實我跟小花算 算 一見鍾情嗎 算 不算 嗯 有一個moment 因為我們本來不是那麼熟 嗯 但是 對我來說 一見鍾情就是 你看到他第一眼 覺得 嗯 對 他是可以相處的人 而且他 是我的菜 嗯 我覺得是我的菜這件事情 是 一見鍾情的第一 嗯嗯 對 哦沒有 他本來不是專法 哦他本來不是 所以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還沒有到 這麼覺得 哇 他就是我的菜 哦 但我 我真的是到了 某一個場合 就是參展的時候 然後 他們也在隔壁隔壁攤 嗯 他突然剪短髮 嗯 就那個短髮的moment 我就 就是 就愛上了 哦 好不剪哦 對好不剪哦 真的是短髮耶 居然是剪短髮之後 剪我頭髮不夠短嗎 哈哈哈 我頭髮很短了吧 這個能 多了一些什麼 你怎麼沒有對我一些戀愛的氛圍啊 你的身體器官是多了一些什麼 哈哈哈 就就就沒有了 多了一些用趣 哈哈哈 對 所以我的確 因為 就是 呃 如果我第一眼覺得 他不會 哦 這樣講一講沒有耶 什麼沒有 我前女友就是大學那一個 嗯 他不是一見鍾情耶 哦 你們是同學 社團朋友 同社團 但我記得很清楚是我在 第一次 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他不是我的菜 哦 那個時候 嗯嗯嗯嗯 然後我們真的是認識了一年多 嗯嗯 才在一起 突然間的覺得 哎這個人 跟他相處很舒服很愉快 然後是一個很棒的人才在一起 所以我好像都可以 嗯哦 哎我後來發現我的話就是 我會感受到對方的氣味 就是 你去聞人家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散發特殊的 我不知道一種感官感受 嗯嗯 就是譬如說如果我跟這個人靠近 我沒有特別感受到他的 就是一個vibe 氣味 對一個vibe 一個氣場的話 氣場好了不要氣味 哎可是對我來說真的有可能是氣味 哦 就是我突然感受到我隔壁這一個人的 哈爾蒙 就費洛蒙吧 費洛蒙 哈哈哈哈 對我就會覺得 哎對這個人好像會有 豪感產生的那種感覺 我沒有這個感受 而且那個是很一瞬間的 蛤 你就就像被雷劈到那樣就覺得 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啦不是啦 第一種感受啊 他有頓悟的感覺 頓悟嗎 就突然覺得 哎這個人好像就是 啊我知道了 怎樣 他那個一瞬間就是這樣 啊搶進你的心 哈哈哈哈 的那個感覺 好像你整個人就是沒解不能 抱歉 抱歉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每一次都是精準的嗎 每一次都是精準的嗎 就是突然那個那個那個氣味來了之後 嗯 哎他還真的 你沒有認錯人 你沒有你沒有愛錯人 他就真的是一個適合你的人嗎 嗯不是這個是你 你喜歡上但是不見得是適合你 跟你沒有辦法繼續走下去的人 哦 那個只是一個心動的瞬間 啊 對 所以他還說 要闖入你的心啊 好久沒有心動的瞬間了耶 真的耶 上次心動是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大概大學吧 好多時候 哈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 哦 小花那個短髮moment 是我心動的時候 應該要是你最近一次的吧 對 不可以是有別次吧 哈哈哈 不可以同 哎 你們覺得同一個人在一起很久 是不是還會有心動的時候 還是會有吧 還是會有啊 還是會有啊 對啊 對啦 就是 如果我的戀愛腦夠多 那如果小花再去剪短髮 你還會有那個moment嗎 會 剪跟你一樣短 哦 不會 因為我一段短可能不太可以 哦 對 他是不是很俐落很美啊 對啊 你讓他試試看 對啊 我先問問看他本人的意義 好好好 如果他真的覺得OK的話 你就讓他去剪 然後就變TT戀這樣子 哈哈哈 為什麼剪短髮就變T 對啊 誰說短髮就是T T也可以是長髮啊 你只是不喜歡 你只是不想當長髮T而已 對 為什麼 很難看見 不會啦 你很漂亮 可能就看我有容貌焦慮 哈哈哈 你的頭髮太長 就一直這樣剝一直這樣剝 哈哈哈 所以你是有在意容貌的 哦 你一定要短髮才行 對啊 我一定要我自己好看 哦 所以我應該不是沒有容貌焦慮 是因為 你現在對自己的容貌感到 很有信心 感到很有信心 哈哈哈 信心十足 信心十足 嗯 對 好 所以戀愛腦這件事情 他除了 第一時間你容不容易跌入一段感情之外 他還包含到了 好 開始曖昧了 對 開始曖昧了 就要開始腦補了 哇 劇場很多耶 你有曖昧嗎 天哪 有啊 有吧 誰不會曖昧 一禮拜然後就在一起這樣子 可以啊 可以 一個月我反而不是 那萬一對方還沒有決定呢 那沒關係 那可能就不適合 哈哈哈 真的 對啊 但一個禮拜就表示你們彼此都很明顯了 哦對啊 哦 一個禮拜都 哦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好像也可以 哦 就如果很明確的雙方都是已經是 如果很明確的雙方都是已經是 如果很明確的雙方都已經是 有互相喜歡了 那曖昧期只有一個禮拜的話 那我可以接受 蛤 我覺得很可惜嗎 曖昧期最可愛啊 不會啊 可是我覺得剛在一起的那個也 像不可愛 像很可愛可愛可愛 嘿 注意發言 真的你要注意發言耶 哈哈哈 可是就是剛在一起的那 頭 頭一陣子也還算 我覺得也還 也還OK啊 也是屬於可愛的時期啊 跟曖昧期的可愛不太一樣 真的嗎 對啊 那如果你這樣子講我可能不喜歡 那你聊聊看 對啊 因為我覺得變成是曖昧期 你會太多的猜測 太多猜測 沒錯 太多猜測了 你喜歡那個猜測 我不喜歡 沒有啦 如果他今天就 就是結果論來看 就是我們最後有在一起嘛 那那個曖昧期就會很可愛 然後就會很幸福很甜蜜 你現在就是在腦補 哈哈哈 戀愛腦 是嗎 戀愛腦的特徵是 喜歡曖昧期 喔 可以這樣說嗎 他會覺得曖昧期 永遠都是甜蜜的 他就會去補充很多 甜蜜的小氛圍 沒有沒有 應該這樣講 戀愛腦的曖昧期 可能會很痛苦 但 最終他都會覺得 一定是因為他太喜歡我 或一定是怎麼樣怎樣 所以他都會導向 對自己有利的解讀方式 你就覺得 他現在不理我 一定是欲情故縱 對 哈哈哈 你是這種類型的 沒有我不是這種類型 可是戀愛腦的人 大部分會是這樣子 好好是喔 你不是嗎 我不是吧 我不曉得 不清楚 我是如果對方不理我 我就會想說 喔他對我沒興趣 然後我就會開始在想 我要就是當可憐角色 我要開始怎麼收手 然後怎麼哭 開始去扮演自己的可憐角色 怎麼樣 帶一個王寶春 對對對 因為我是雙語座 不要每一次都把雙語座搬出來 好抱歉抱歉 可是真的啊 你會很快就放棄喔 呃 我會 我之前 給自己的期限就是三個月啦 我最常可以接受就是三個月 試用期嗎 對對對 就是如果你是一直在 不是很明確清楚的狀態 讓我就是三個月 那三個月如果還不OK 那就算了這樣子 你們會在那三個月 比如說好像你試用期裡面 嗯 在那個裡面 你會有步驟式的去得到你要的答案嗎 還是你都會順其自然 呃 順其自然欸 如果三個月是已經很明確的 那我就是會很明確跟對方說 就是 不好意思 試用期到了 就是我覺得很明確跟對方說 那個時間 就是我們現在到底要不要在一起 喔你會去逼問 就是我會 我會想知道對方的考量是什麼 應該是這樣講 對對對 那但是我不會跟對方很明確的講說 喔三個月 比如說幾月幾號到 那就不行 但是那是我自己心裡的一個 大概的range時間表 你有一個schedule 對對對 然後你會想辦法的去問到答案 欸所以你聽起來會是你需要那個 確定的瞬間 你不能讓自己曖昧不明 呃對 對 你要有名分 對 沒錯 就是你 呃你不用很明確跟我說幾月幾號 但是你要很明確跟我說 我們確定現在是在一起的狀態 嗯 對才可以 逃女呢 嗯 嗯 你自己覺得 放空 哈哈哈哈 我的愛情故事很無聊是不是 哈哈哈哈 怎麼可以這樣 她剛剛都那個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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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她剛剛真的是要睡著的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歡迎大家去看youtube 哈哈哈哈哈哈 這塊氣死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種 我們其實三個人在街 等車 等一等之後 突然 就是有一種 欸要上車了嗎 哈哈哈哈哈哈 車來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她剛剛就是坐在火車站 然後等到睡著 哈哈哈哈 真的有感覺 哈哈哈哈 什麼意思啦 哈哈哈哈 我沒有給人家錄音錄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會不會太舒適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哦這是我 鬼力中間都笑出臉的第二集 哈哈哈哈 沒有 你記得我的問題嗎 哈哈哈哈 問題是什麼 就是 你們要一個正式的 就是宣誓 我不用 你不用 你不用 你不用確定說 我們現在是在一起的囉 我可以不用 蛤 蛤 怎麼在一起 可是如果你过了一年还是这样 那对方就会觉得你们只是在暧昧啊 他有天都可能突然消失 那也有可能 可是我可以不用 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的 他不需要有那个意识 给他安自己的心 可是你不觉得有一些东西是 你要明确了之后 你才有办法做的事情吗 我没有在想什么 结婚吗 没有明确也可以做 太远了吧 我想的是一些轻轻抱抱之类的 好啦 那个也可以不用啦 那个可以不用吗 可以不用 OK OK 成年 各位18岁 成年的爱啦 成年爱就是这样 很随便的 是成年 18岁的成年 不是老的那种成就的那个成年 对 哦 你说耳东成的成吗 成年的爱 不是我们18岁的成年 对对对 对啦 所以你不用那个仪式 然后那个人突然间的 就觉得 哦其实我们没有在一起啊 然后就走了 你也不会怎么样 哦 我觉得走一定要宣说好 就是不可以fade out 我觉得很没有理解 可是如果只是曖昧的 通常不会说啊 哦 OK 对啊 他fade out 他不会跟你说啊 对 你就会受伤哦 如果是曖昧还好吧 就可能一个月以内的吧 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因为 你有没有那一个正式的宣告 你没有正式讲 但是你已经认定他是你的另一半 然后半年了 可是说不定对方不这么觉得 哦 然后他就觉得 反正他就慢慢跟你淡掉 可是我不会因为这样不开心 我就会觉得一定要有这个仪式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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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如果你自己 诶 老女友 你至今的爱情经验 你有追过 就是你是主动那一方吗 哦 没有 你看 我就知道 可是你永远都是被动的 然后你就是被动的接受所有的事情 就是你也不明确的表达 你们到底是不是现在在一起的状态 所以你都OK哦 我会拒绝啊 哈哈哈哈 对啦 对啊 他会拒绝 对啊 那对方觉得他跟你就是在一起 但你没有这样觉得 没有啦 不可能吧 有可能啊 因为他至少剧场啊 说明然后你就是不好意思拒绝或是什么的 不会啦 因为我还蛮冷淡的 哦 对他很冷淡 对对对对 那倒是 我不会让别人无愧 哦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啊 不担心了 哈哈哈哈 不担心 哈哈哈哈 对 他是一个冷酷的女子 又白丢一个问题掉水里 哈哈哈哈 还不如还拎他刚刚就在等车 哈哈哈哈 就让你等车吧 你要去哪 哈哈哈哈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然后我们如果讲到 恋爱脑这件事情啦 就是你 恋爱脑比较容易耍脾气 会不会 哦 就是你为什么都没有回我讯息 哦 你会不会 你为什么 你以毒手都不回 或是 你怎么都没有看我的线动 突然觉得好羞愈喔 因为我以前就是会这样的人 可是你会直接问吗 我不会直接看情况 哈哈哈哈 讲不出口 对哦 现在突然觉得嘴巴好酸哦 不知道该怎么办 脸好僵 哈哈哈哈 你会 我会啦 我会觉得为什么对方都没有回我讯息 我们现在讲的还是曖昧期可以吗 你曖昧期就会了吗 哦 曖昧期就会 但是曖昧期我可能不会很明确的去问对方 为什么不回我 但你心里会生气 对心里会有点不高兴 会有点小吃味这样子 就比如说他都没有回我讯息 可是我看他的线动名就有po东西 他说你有空po线动 为什么不回我讯息 我就在心里这样想啊 你现在长大了你还这么想吗 长大了我就觉得 大家都有各自的心里要忙 因为我有可能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也是 对 好像长大了就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啦 就觉得好像就是 不会说我们的人生只有彼此 对对对对 以前学生时期真的就会这样 年轻的时候都会这样 对啊 然后你就会想想想说 你现在不回我 是不是你再回别人的讯息 对 你现在心里就是没有我 对 对不对 对这么严重 然后在一起之后就更严重吗 在一起之后 你会就开始质问对方吗 年轻的时候会 年轻的时候会 就是觉得他的行程都要告诉我 你之前有讲过 所有的行程 对 那时候就是会 比较没有去考量到 对方给了我行程之后 然后我去安排他的空档 但是对方可能会觉得很累 或者是很忙 他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可以跟自己相处 或是休息 对 就是为了检讨这件事情 如果他诚实已高 应该就还好啊 就是说他会告诉你 我现在就是会很忙啊 或是明后天 可能没有时间回你啊 这个就好了 不行 你那么忙 但是为什么 你的忙里面没有我 蛤 年轻的时候 工作我不会吵他了 可是我如果知道他已经下班了或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你至少要说一声啊 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恋爱脑 这个就是一种对于关系的期待 就是我期待我们的关系是紧密的 但这个不算是太胖 哦 可以吗 你可以了 可以可以可以 没事了 你站过了 没事没事没事 因为我真的有认识那种恋爱脑的人 他真的是整个人聊累到 他会不断的跟身边的人谈论的话题 都是那个另一半 或是都是那个暧昧对象 哦 然后他会不断的去追问说 诶你看他传奇给我撕撕撕撕撕撕撕 诶你看他那天跟我约 哦那不行 我最讨厌这种 哈哈哈哈 诶你现在在说的是在一起之后的恋爱脑 是什么样子 之前之前就会哦 哦好可怕哦 很可怕就是 就是他的人生只有这个暧昧对象 嗯嗯嗯 然后 我觉得感觉出来是 他觉得他对于自己的肯定 都得来自于那个对象 嗯嗯 他不会问 他不会心里觉得说 我们现在是朋友聊天 然后 我称赞他 他会很开心 没有 他一定要 我称赞他他可能就 就略过 就像从你在搭车一样 但是 他如果讲到别人 他讲到他那个暧昧对象 然后他就会问你说 你觉得他是不是喜欢我 你觉得他是不是觉得我很漂亮 你觉得他是不是这样 他都 他讨厌死你了 不要再吵了 哈哈哈哈 他觉得你愁死了 哈哈哈哈 他 他根本就什么都没有想 对 对 对我没 对 那是我遇过最严重的恋爱脑 哦 这样真的蛮严重的耶 而且其实那个可能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就是他很难跟你聊天 而且你那个有可能有时候是单向 因为如果你不认识他讲的那个对象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好甜蜜还是什么的 哦 对不对 那个当下你不会觉得他是在恋爱脑作祟 哦 你会以为那是真的 你以为他想像的空间都是真的 如果他是我朋友的话 我有可能会以为他的想像是真的啊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就是发疯这样子 哦 对对对 你会怂恿他 好可爱哦 我不会怂恿他 但是我会替他高兴 然后我就会开始怡猛笑你知道吗 哦 就是像你看那个 对对对 一些节目一样 像我看一些节目 就是恋爱综艺一样 就会开始怡猛笑 好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都没有那个太严重的恋爱脑的症状 对对对 但年轻时期可能有 对啦 因为你刚开始接触这件事情的时候 哪件事情 刚开始碰触到爱情的时候 是的 总是会觉得很新鲜 很新鲜好玩 很放不下 对 对 那我再问一个 略为成熟的问题 嗯好没问题 我们都是成熟的人了 确定吗 对 如果你们在一起了 嗯 你会允许他教 呃 一个他可能 会喜欢的那个性向 嗯 的朋友 然后很 很亲密 呃 不要讲亲密好了 哦 比如说异性恋就是 交异性朋友 然后同性恋就是 去交同性恋有可能产生 暧昧的朋友 嗯对 我们一层一层来 先讲他能不能交 那个朋友 可以 可以 好下一个阶段 他能不能跟这个朋友 单独出去玩 可以 出去玩我觉得可以 嗯 我觉得不行的是 不能每天聊天吧 哦 他不能每天聊天哦 哦 哦 每天聊天我觉得可以啦 哦 他每天聊天很暧昧吧 可是因为像我自己的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我自己的分法 就是比较明确 就是朋友是朋友 然后 就是恋人是恋人 我是 比较不会从朋友发展成 恋人的这一个部分 不是你也没每天跟我们聊天啊 然后呢 我有每天都跟你们聊天啊 哎 几乎有啦 真的吗 而且我是最常丢讯息 在群族里面的人 然后我常就是得到那一种 LINE就是无声的按赞的那一种 回应 好喜欢LINE的功能 哈哈都不愿意 赞 按一个赞 或是按一个这样子的 对 惊讶的 对 大家有看过那个 就是一个迷因吗 就是 比如说你在Instagram 看到很多reels 很好笑 然后就一直发给朋友 然后朋友都不回应 或是朋友就说 哦 那个我早就看过 然后那个人有多生气吗 就是我 哈哈 我每次要贴一些好笑的 都给你们 我都不回应 又有一个 然后就说 这我早就看过 哈哈哈 讨你 就是讨你 我才是那个在爱情迷失的人 哈哈哈 而且我们就是 我不回应 然后讨你 就说我看过 哈哈哈 然后我就会想说 怎么那么久都没有人回应我 哈哈哈 然后我就滑进去之后 就发现有人按赞 然后无声的赞 哈哈哈 不要这样子 最近好忙哦 最近真的好忙 最近工作太忙了 好啦好啦 我们成熟了 可以可以可以 你没有成熟 你还是记在心里面 可是我没有拿出来骂你们 对 哈哈哈 现在 哈哈哈 而且还是公开的骂 对对对对 但我不会用 我不会用讯息勒索你们 哈哈哈 所以每天传讯息 Gigi可以 唐宇觉得 我觉得可以啊 怪怪的 对 我也觉得 每天传讯息不行 我一定会 我 我 大概 五天 我就会觉得不行了 哦 五天好像还可以 蛤 是哦 嗯 可是如果聊 就是一些很 言不及议的事情呢 那为什么要聊 对啊 为什么要聊 而且为什么不跟我聊 就是生活啊 啊你 可能 比如说 我觉得 给你reels 那你都不回应我啊 可是我就觉得 这个很好笑 我真的很想分享啊 所以我想要分享给 会回应我的人啊 哦 好 的确是 对啊 很多的电影的 那种情侣分手情节 都是因为某一方 他不回应 或是不在意 或是去讨论 另外一方在意的东西 对啊 因为情侣有两种啊 一种是因为 很像而在一起 有一种是因为 完全不一样 互补而在一起 那完全不一样 互补 你们看的东西 什么都不一样 可是有时候 你真的很喜欢 在你这个领域 你真的很想要分享 想找人讨论 嗯 那就是去找 你有办法讨论的朋友啊 哦 OK 对啊 所以 你不觉得那个 对你来说 你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对对 嗯 没错 因为像 可是要很 可以很大方的 跟对方讨论哦 哦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在 信任 你在聊的那一个人 他自己的心理状态 如果他是有一点点 不愿意告诉你 他们在聊什么 那也许就有鬼 哦 对 可是我是 你要问我什么 或是你要看 我都可以很大方的告诉你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觉得没什么 这样子 嗯 对啊 另外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 呃 你的另一半 开口闭口 都是那个人 比如说 诶 我应该要出去 哦 诶 我 他跟我分享了什么 诶 他 呃 他推进我什么东西 哦 好像都很 生活琐碎哦 嗯 然后比如说 他跟我分享 那个大卖场特价 哈哈 比如说他们可能是同事 哦 OK 他的生活可能就真的被 那个人包围着 OK 那我就觉得 好像也还好诶 对 好像还好 嗯 真的哦 我会有点 觉得 诶 会怎么这样 哦 如果有在意 我可能会小 小呛一下 他分享给你了呀 对 哦 我就会呛他 我就说 怎么样 喜欢是不是 哦 我觉得 就是言不及一的 假装半开玩笑的这样子 那你是真的是为了得到答案而问的吗 嗯 都可以 OK 如果他要心虚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抓到了 可是他如果觉得很大方 那我就是觉得不在意 嗯 OK OK 所以 Gigi感觉包容度蛮高的 是 还是其实我现实不是这样啊 我不晓得耶 哈哈哈哈哈哈 我会不会现在讲 你在弄成什么啊 你的脸都歪掉了 哈哈哈哈 我不确定我平常到底是不是这样 对啊 自己看自己跟别人看自己是不是不一样 嘴上说的多理性啊 对对对 哦 可能是 而且唐宇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略在意一些 真的吗 唐宇有在在意吗 有 他刚刚说传讯息还不行啊 每天传的耶 哦 每天传哦 唐宇你心中有什么雷是你的另一半不可以踩的 哦 我觉得我好来想象明天有什么地雷啊 可能就是比较我自己生活上的一些 你说不可以把衣服丢地上这种 这种生活上的细节 哦 生活习惯上的 就是我还没有想要起床就开灯 这一类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不是讨论这种是不是 那我的地雷可能偏这一种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讨论 你的另一半 跟别人有没有什么连结耶 哈哈哈哈 其实你跟我说 气窗先开灯 哈哈哈哈 然后你现在是已经搭车去别的地方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哦 也是ok啦 对对对 这我可能也会生气 对对对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一集的笑点都是因为 很荒谬 真的很荒谬耶 但我喜欢这样的投资 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不是 另一半 好 好像比较还好狼 真的 或是就比较隐瞒就好了 你是不是那种 其实你心里都会觉得 我其实没有什么雷 其实慕名其妙就会踩你的雷 就你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件事你会生气 哦 好像会这样耶 嗯 嗯 对 就你都是被踩到之后 你才会 哦 开始有那个反应 才去思考 哦 我觉得你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 诶那过夜可以吗 哦 朋友出去玩过夜 呃 看哪一种 他如果是 一群人出去玩 然后最后分房 只能就是他们这样两个一起 嗯 那我觉得我还好 而且是双床就还好 嗯 除非他们是两个人一起 就是这两个人出去玩 然后又住一间 哦 这就不行了 哦 好像是 对啊 没有 那个人我认不认识啦 如果他出去那个人是我也很熟 然后我很确定他们是不会怎么样的 哦 当然当然 那就OK 那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你已经觉得略担心的对象 哦 略担心的那不行 哦对 那不行 略担心的那不行 你到底已经担心了 对啊 你现在有略担心的对象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发生这件事情 没关系我们来谈心啊 哈哈哈哈 我们不要讲出去就好了 哈哈哈哈 跳宝们不要说出去 来 不是来讲话会听我们讲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了 所以你是怕他听不敢讲吗 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一直挖洞给你跳 哈哈哈哈 就如果他已经密集的传讯息了 对 嗯 然后他们又一起约出去吧 一起过夜 嗯 这不行吧 这走 不行了呀 这样真的不行啊 对啊 这谁行啊 对啊 所以踩雷这件事我觉得 我会试情况 但因为我们两个生活都很忙 嗯 然后基本上他的那个生活环境 而且我们都可以看到彼此的行事力 而我觉得可以看到彼此行事力 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嗯 开诚曝工这件事 嗯 怎么样 你是因为不可以我刚才看到对方行事力吗 哦 对啊 哦 我不是 应该说我自己也没有行事力啊 哦 因为我有啦 然后我会很常会有周末的活动 哦 哦 哦对啦 哦 可是你周末活动也是算在工作吧 对 嗯 对对对对 那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哦 所以 我就会知道他那个时候他在干嘛 然后他也知道我在干嘛 所以 基本上 再加上 我们家有摄影机 嗯 所以 就是 如果在家里的话 他都看得到我就在家里 哦 所以是他 却没有去喂猫 我有去喂猫 甚至没有回讯息 啊对 没有回讯息他就会生气 真糟糕 所以我们好像是因为 才没有真糟糕 不要挑拨我们离间 好 真糟糕 哈哈哈哈 下一题 哈哈哈哈 话不投机啊你们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下一个是 你很爱很爱这个人了 嗯 然后 你们真的感情非常好 然后你们真的很合 但 可能久了 淡了 嗯 变家人了 好 分手了 嗯 嗯 分手之后 你还愿意继续跟他当朋友吗 通常还要哭哦 为什么 你跟谁是这个概念 啊没有 哈哈 就是开哭什么 呃 我觉得如果已经到像 家人了 嗯 那其实你很多生活 应该是已经分不太开了 嗯 所以如果你们今天真的分手了 那 我觉得会联络 当朋友好像也无可厚非啦 嗯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只是一般交往对象 可能一年两年 然后 分手 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当朋友 什么一年两年 也可以刚变成家人的样子 很浓烈到 一年两年 除非你们 光是在短短的时间 你们生活就完全交错在一起 嗯 对 或者是一起经历了什么事情 对对对 或者是你们本来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不会跟身边的朋友在一起 就是不会有对身边的朋友产生 因为 如果你在一起 然后又分手 就超尴尬 很麻烦 因为你所有生活圈 基本上你原本就是绑在一起的 对 嗯 对啊 嗯 我们之前 就是 我 我有一 反正有一群朋友 然后他们 我们都是前公司的同事 嗯 然后我们 呃 其中一男一女就先结婚了 嗯 然后结果 其中男生就劈腿了 我们这群朋友里面的另外一个女生 嗯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 后来我们就跟那一对劈腿的男女 就完全没有联络 就不会联络了 甚至对不公堂 对啊 直接就是告上法院的那种 那这整个就是生活圈 完全被打到烂掉了 对啊 被拆解 然后所以甚至是有些朋友会有点怨对 对 你怎么害我们这个朋友圈变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上一集我说什么 好吐不起 我变吵 哈哈哈 就是这个概念 啊爱就爱上了你要怎样子 对啦 没有我觉得爱 爱没有对错啦 就是爱上了就是祝福啦 可是就是 你原本的生活圈当然就是一定会有受影响啊 好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人际关系处理的不是很好 才要到对部工厂 不是都法院的那一步 怎么可能会处理的好 对啊我觉得外遇应该就是 很常会 对啊 你要在意人际关系你就不应该外遇 而且外遇对象还是朋友圈的人 对对对对 那已经是控制不了自己的那个冲动 好的 但我们刚刚讲到 居井刚刚可以云淡封建的说 诶你觉得分手之后可以变朋友 那你的另一半呢 哦 我指的是那种很久很久真的 你刚刚的前提就是很久很久 对啊很久很久 已经上家人 你不是因为吵架或者是什么的 你单纯就是淡了 然后分开那我可以啦 所以你的另一半是这样子的 回去跟前任联系 你都可以 回去跟前任联系 因为他们就不是有而已 他跟我分手之后 然后他又去跟前任联系 不是不是不是 我说的是 你的另一半 跟他的前任联系 哦 你还在一起啊 哦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那就跟朋友一样 对啊 如果他是很大方可以告诉我说 对啊 就是如果不是每天的话 对对对 我会略有尴尬 而且甚至他 他们之间 彼此都已经可以半开玩笑 说 诶这是我前任或什么的 对啊 那我也许就不会这么在意 哦 那前提是 我有办法跟那个人也当朋友 哈 等一下 我自己倒是不会想要跟他 跟朋友 真的吗 我觉得看状态啦 哦 嗯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短期 就分手的 对对 看他有没有去啊 如果你真的很短期当朋友 就是当 就是在一起然后分开 我真的觉得没有那么缺朋友啦 哈哈哈 我结论还是没有这么缺朋友 哈哈哈 没有因为我不知道 我自己会有一点点就觉得说 啊 这个 这么密切的 回去跟他联系什么的 然后 心里就会去想像那个小剧场 就说 哈 他们是不是还是有这样子 你会觉得他是放不下 是不是 哦 哦 那因为我自己会避开 跟前任联系 可是跟前任应该不会这么密切的联系吧 就是可能偶尔 因为他们还是同一个生活圈的呢 哦 同一个圈子内的 好像还是会碰到的话 哦 对啊 如果同一个生活圈 那你一定也会碰到他 嗯 那你就可以去看这个人 到底是正派的还是喜派的 哦 如果是正派的就OK啦 嗯 嗯 好 所以 那最后一个问题 嗯 你们 会 就是 你那个恋爱脑啊 会因为这样子 然后最后 不开心的分手哦 嗯 不开心的分手之后 你看到你的前任 嗯 他教了另一半 你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 哦 这很难耶 这很难耶 这一定要有开心跟不开心 对啊 我可能会感受到 有一点点惆怅吧 哦 就为什么不是我 对啊 就是有一种新娘不是我的那种感觉吧 可是你们已经吵架了耶 哦 吵架啊 吵架我就不管他了 哦 对啊 嗯 如果他单方面离开你 然后你不想被分手呢 哎 哈哈 又想哭了吗 就是对啊 想哭 就是会觉得 惆怅啊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对我自己 或是对我身边的人 其实我都很容易感觉到惆怅 哼 为什么 你不是人家心情吗 因为这些人很细腻 这些人 哦 这些人是很细腻啊 对 这些人是谁 就是比如说 我跟我前任分手之后 然后好像是 萱吧 他在路上看到他 他还拍照给我看 哦 对啊 哈哈 他还拍照 哎他跟另外一个人 就是怎么样子 走在一起 拍给我看 你的心态是什么啊 然后现在问我会不会难过 哈哈哈 你拍的当下 他怎么不问你 不问我啊 哈哈哈哈 我以为你过来了 我以为他还是觉得好巧吗 还是 哎 我只会觉得 哎 你看我遇到这个心情 哈哈哈哈 北方他就会真小 对啊 你怎么没有觉得 我觉得真不巧啊 竟然被你遇到 哈哈 对啊 我那 我 现在给我包装 用那种温暖的 雨气问我 哈哈哈 会气死 其实也有过北方 哈哈哈 所以还是会惆怅 我觉得会啦 因为大家都会说 你要大方的祝福 那个人 找到下一个 哦 对啊 这个一定的啊 不用啦 不用啊 哈哈哈 对也可以不用 为什么一定要大方啊 对不用大方啦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祝福 对对对 其他人也可以祝福他 哦 因为有可能 如果你们真是 很烂的分手的话 你当然会希望 你过得比他好啊 哦 对啊 所以他 你不用很大方祝福他也没关系 对啊 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经是想要大方祝福他了 但是你现在还是在单身的状态 但是你却看到他已经有 新交往了一个对象 那你当然会有点惆怅 应该是我觉得不用装大方 对不用装大方 你要大方就真的大方 大方不起来就没关系 不要自欺欺人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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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会去 如果前任结婚 他邀请你们 拉就是发系列给你们 他没事邀请我干嘛啊 哎 说不定变成朋友啊 哦 如果朋友的话可以啦 如果是已经是 就是看当下的状态了 对啊 如果是已经是很熟 那我就绝无所谓 真的是朋友的状态 我们都整集都好理性 在分析这些东西哦 就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 我们本来就没有恋爱 我没有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比较有啦 现在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嗯 毕竟我现在就是年纪都大 哈哈哈哈 是有多大 好啦是也没有很大 但我最近就想说 是不是很久没有那种 恋爱的氛围 哦 会吗 你会觉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比较减少这种恋爱氛围的感觉 不会啊 我相信还是有耶 真是会回答 哦 很棒很棒 整集都答错 就这一题赶快补回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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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会有啦 哈哈哈哈 这样他会听是不是 就是真的真的真的 我没有开玩笑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只是单纯想要泡出一个问题 举个例啊举个例啊 举个例哦 比如说 呃 你早上起床 在刷牙洗脸的时候 你就是会突然想到 这一个人 然后觉得 哦 他其实现在在你生活中 或者是生命中 其实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像我最近也是常常就是自己出国嘛 工作嘛 我也会觉得说 啊我好希望在这个时候 他在旁边 我们就一起看这个 这个画面 看这个风景 然后分享好笑的那个旅程 这个也是我觉得 有一个恋爱的氛围在里面 那以后要记得回我好笑的reels 我是有跟你恋爱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希望参与你们的爱啊 哈哈哈哈 好 但姐你真的看太多 哦 抱歉了 而且 有时候我真的点开 想到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就喜欢看一些很怪的东西 因为 reels的那个连结 它不像youtube 它在line里面可以先预览 就至少看到这是什么主题 reels在line里面 就只是一串网址 你真的不知道 你点开之后 它会多长多久 会不会有声音 好 那我知道 以后我们就是在 因为现在的那个 instagram的讯息 也可以设群组了 哦 那我们的群组设在instagram 然后我就可以 即时的立刻分享到那个群组 那听起来 还是他要我们即时的回答 你能不觉得我是恋爱大师 你不是 我不是吗 我差点默默地把你们加到一个群组 我没有没有 而且陶尼就立刻说他做不到 我刚想说 我差点把你们加到我爱的收藏 好 好 可以我们进去 好 但是 不强迫回应吗 不是 你一定要回一个爱心之类的 我可以 不可以无声地赞 对 不可以无声地赞 在instagram就没有无声地赞 对他一你按爱心他就会说 他回应了你的这个什么 对对对 那我就可以 那我就可以 那我就觉得我的爱有所被回应 好 没问题 所以我们直接按 点两下 也可以 点两下就取消了呀 不是 点两下是按爱心 对 点两下开始有爱心 可以可以可以 真好敷衍 对 然后好笑要跟我说好笑 不好笑可以说 这个还好 所以我可以 你希望就是 诚心的回应 诚实的回应 就是要有互动啊 你要的是互动 不是说我们也好爱 对啊 这样我是单恋 你知道吗 这是我单独热情 想要分享给你们 任何的东西 但你们却不给我任何的回应 好好好 回回回 那我这样就是苦苦单恋 对不对 好 我们了解了 我们了解了 我们接下来会在爱情里面 多多的付出 好 没问题 多多参与 我们彼此之间 三角片 爱的收藏 爱的收藏 我们就真的进这个群组 然后我们要截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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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的那个 Instagram 它其实是有 那个广播 你知道吗 就是 很像一对多的发送讯息 就很像 minead的那个通知空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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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要加听众的意思吗 对 但是听众会发现 我真的很怪欸 我不是在节目上怪欸 我是真的本人很怪 哈哈哈 可是那个对他说 又不是很好 因为那个是大家 大家可以按爱心可以吗 你就会看到有十几二十个人 按你的这个线 那种爱心 我跟你讲 如果有二十个人加入这个群组 我就要得到二十个爱心 你太贪心了啦 如果谁对我只有我对他单向爱 我就把他踢出我的爱 把他踢出我爱的收藏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承受 继续这个至爱的热 不能只有我们两个人承担 不行啦 这样以后我都没有剖东西怎么办 哈哈哈 因为开始压力很大了 开始压力大了 我不想要有 就是有压力的爱 好 因为有时候爱给人太大的压力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就是呼吸不过来 太窒息了 他觉得给我们的爱不会有压力 对对对 目前的话我还可以 发送我的爱给你们 我还没有感受到压力 不是你发送给我们压力的是我们承担啊 哦这个我暂时不管 但是就是 但是就是 如果真的是有压力 会让你感觉到不能呼吸的话 那你就是要逃离这一段 就是 可能关系不太好的状态 你会讲开说 哎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压力太大了 你会这样吗 哦我不会耶 因为我目前没有感受到压力 那对方怎么知道啊 嗯 可能对方觉得我压力比较 就是我对他压力比较大吧 哦不是 因为我记得你前几天 那也有某一些是 啊不对 都是你压力 给人家压力比较大 没错 没有啦 有 也是我有感受到压力大的啊 那你就不讲开吗 我觉得你不是会讲开的人 哦不是会讲开的人 那你这样很烦 你是会默默承受 我觉得找一个时间 点分枪 哦 你又不给对方改 好啦对不起 所以我不应该改你们 对不对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 没关系我们群组都不要创了 什么爱的收藏 什么我都不要了 太刺激了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 无法谈的恋爱 这句表情 什么爱的收藏 我都不要 好啦 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咯 好 下礼拜见咯 好的 拜拜 拜拜 拜拜